311大地震四年了 但是灾区重建还有一段漫长路 而首相安倍有意重启核电 这让日本人是相当的担心 像是高龄80岁的文坛聚过 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大江建三郎就痛批 日本政府对大事故毫无反省 也没有重新开始了议事 他说提倡废核可能是此生力所能及的最后工作 日本311大地震四周年了 日本世界各地都有纪念活动 巴勒斯坦加萨走廊的天空上出现了好几百个风筝 这是当地学生制作要表达对日本民众的关心 在德国柏林也有上百群众聚集 除了纪念311四周年并表达反核声音 311强震引发巨大海啸侵袭太平洋沿岸 造成近两万人罹难 并导致福岛第一核电厂爆炸与反应炉核心融毁 引发自承诺比事件以来全球最严重的核灾 目前还有数以万计的民众无法回到家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拟定新的五年计划 要加速重建工作 助力福岛核电厂污水与核电厂除疫计划 但由于安倍有意重启核电厂 让许多日本人相当忧心 有大约三分之二的日本民众反对重启核电厂计划 日前在国会抗议的民众多达两万三千人 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大江建三郎 看起福岛核子事故时 也痛批日本政府推动重启核电厂的做法 认为毫无对大事故的反省及重新开始的意识 必须实现无核电的世界 也要持续发出费核呼声 这位高龄80岁的文壇巨博说 这或许是他此生力所难及的最后工作 2011年311大地震发生至今 在区三线总计有15823人死亡 2584人到目前依然下落不明 日本东北大学研究显示 东日本地区近两年内发生地震的频率 是311东北大地震前的100倍 居者忧心提出警告 就地壳变动影响 未来5到10年内 可能再度发生和东北大地震相同的规模 或规模8左右的大地震 新航亚太电视国际新闻组编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